台灣這40年來所有沙發的陸架結構 都是使用所謂的腳材 而且是沒有烘乾過的 包括它的側板 也都是用加拿大的暖松木 那種東西是會受潮的 像林口啦 像有些地方是很潮濕的地方 它很容易長樹蟲 腳材方面會腐爛 甚至裡面有白椅 都有可能產生 所以我們在四五年前 我們就決定 不要再用這種台灣的 傳統的木架結構來做 我們從馬來西亞 我們從印尼 整個貨櫃 進了很多很多很多的 所謂的18mm的頂級的環保甲板 18mm 非常厚的18mm 那我們的腳材呢 也是從國外進口 完全沒有甲醛 沒有任何的污染 而且它是百分之一百的乾燥 你知道這個木架訂好之後的 結構體跟它的材質 已經跟歐洲原廠 所謂歐洲世界十大名牌的原廠的結構 已經達到一模一樣的結構了 這樣的結構不要說十年啦 保護你一輩子都沒事 但是 啊你們會說 讓我們從國外進口 這些那麼頂級的板材進來 台灣做木架結構的話 會不會非常昂貴 其實不會的 其實不會的 這些板材的取得 方方面面 包括連布料 我們是直接一線的採購 我沒有透過任何貿易商 如何把好的東西 進入尋常百姓家 當然在結構方面 也要是用最好的結構 你不能說 把東西做到很平價之後 它的結構 它的泡棉 它的材質就用平價的價格去做 我不能接受這種狀況